我们现在在街西 这是街西的第二次攻略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河伯 我是听了这个地方听了好多好多次的 每次开高速都会进入这里 这是第一次进来河伯 进入河伯之后我们感觉这里的风景 还是挺漂亮的 风景很好看 很血液 我们现在要去找第一家吃的 叫鲁鸭板 板就类似汕头的火条 但是具体不知道长啥样 这家店在大洞铁铁铁上也是找不到的 我们在这边问了好多人 先找一找吧 找到再继续拍视频 我们是汕头过来的 你刚刚打电话来是不是 对 我想了解一下什么叫做鲁鸭板 鲁鸭粉 你们读板还是读粉 特地叫板 特地叫板 普通话叫粉 然后本地话怎么念 本地话叫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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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已经是讲客家话了 不是讲潮汕话 所以我们要用普通话 普通 虽然还是潮汕地区 我们今天先去搬潮地区 你们这家店开了多久啊 没去算了 一坐下去就老人了 那你从 没饭做多久 这些是什么汁 汁水啊 这个 这个酸辣椒 不要太辣啊 然后这个呢 这个是剪那个板的 啊这个是蘸酱是不是 蘸这个粉蛋 蘸那个粉蛋 他这边是有大碟跟小碟 这种是小碟 还是大碟 人均30块钱嘛 单独一个人来吃 用的就是小碟 如果人多了 用的是大碟 这边的是那个胡萝卜汤嘛 不是 这边 这边是那个白萝卜汤嘛 就每一个人呢 都会标配一碗白萝卜汤 汕 汕头那边会讲究 就卤汁是多少年 这边会不会讲究卤汁要多少年 什么千年卤水啊 百年卤水 没这么多好的 要先泡一下卤水 泡热来吃啊 哦原本是冷的 然后加卤水是为了把它泡热 嗯 本来都搞卤的 卤卤的 啊这个也是潮汤味道 我这个 这样是甜甜辣哦 这就是三人份的卤鸭板 油汤嘛 白萝卜汤 都是大碟的 这边呢 就是卤鸭 我刚刚看他切的是 鸭肉 鸭翅板 鸭肠以及鸭肩 这个是特色粘料 合伯卤鸭板 特色粘料 一般是先吃白 先吃鸭 嗯 你想吃什么 就先想吃 好 吃一下 这是大米多的这个 他这个是卤汁来的 看起来有点像 虎宁的肠粉酱 那其实它是卤汁来的 他有加辣椒有点辣 这个还没吃 这个还没吃 我吃 三鸭板 这就这样 你再吃 我是完全不是三鸭的味道 那应该好吃 他没有味道 还行 还行 味道怎么样 还行 还行 可以吗 我没吃过合伯的 我知道 没得对比 没得对比 挺好吃的 挺好吃的 挺好吃 吃饭 乳鸭 其实跟炒菜的乳鸭是差不多 不过它会先夹着 它不是拿去蒸 也不是要去煮 它就是 乳蒸的是稍微有点温度的 所以泡了一下 自己嘴嘴的乳鸭是暖的 平时我们在别的地方吃乳鸭 它是乳鸭 乳和乳鸭都是冷的 这个是 试一下它的鸭肠 大家看一下鸭肠 是全部都鸭肠 上面是没有 跟我们吃鸭肠一样 有带脂肪 它这个是没有带脂肪的 一点脂肪都看不到 也是很脆 我们吃鸭肠鸭肠 都是要炒就它脆不脆 这个是很脆的 鸭肉煮的还是很嫩的 它并不会特别的拆 而且它并不会脂肪 而且它并不会脂肪 特别的烘 你看它的鸭肠 这间脂肪就很早 这点酸果还是挺热的 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 是第一组客户 然后现在是整一家店 全部都做买了 相隔 三个小时 我们来的时候是11点半 现在快12点 就全部都做买了 它这家店是在地图上面 找不到的 就是它的门面 我们刚刚是问了好多好多的人 绕了一大圈 大概要走了15分钟的路程 才找到了它 虽然说我是第一次吃 和婆的鲁鸭板卷 但我觉得它这家 应该我找的是不会错 做的应该是蛮符合本地口味的 我们从它中午这么多人 就能看得出来 值得大家来尝一尝 人均30块钱 三个人吃点两人份 其实我觉得也就够了 因为如果还要吃其他的小吃的话 就不用吃那么薄 我们现在先去走一走 然后我们要去拍下一个视频 拍擂茶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